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纳美团的上升空间大约有36% 读者不妨以160元以下去吸纳初步目标看200元罐口 第二只港股推介是太古A19 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入境检疫改为0加3 并且会在今日生效 加上内地疫情较上半年稳定 以大中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太古A 相信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太古上个月公布中期业绩收入按年下跌4.1% 但纯利方面就亏转型 由去年同期亏损7亿9千万转至赚18亿9千万 太古下半年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疫情控制得宜 和防疫措施放宽 本港入境防疫措施放宽 带动太古旗下的国泰航空 在运载率持续改善下 下半年亏损的情况会进一步减少 同时国泰每个月的消产数字已经由去年上半年的10亿 减少至今年上半年的1亿 蒙根士丹尼预计今年下半年的现金流将会恢复正数 另外太古饮料业务方面 疫情较稳定将会有助下半年经营改善 加上公司最近收购可口可乐 在越南和简普债的装瓶业务 高盛预料会令他们的特许经营收益增加15% 并且缓解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 泰股相当着重股东回报 上月公布已批准最高金额4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 在市场上回购普通A股和B股 计划资金将由公司可用资本和现金储备撥付 自8月19日以来回购股份相当于日均成交量20%至30% 同时泰股A宣布派发中期息 每股1.15% 按年上升15% 摩根士丹尼说 如果回购计划在2023年底完成 以为泰股A在股息外还有5.8%年度回报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56元买入 目标先看70元 50元跌穿50元就适宜置舍